植物到座站 嘿 嘿嘿嘿 小蛙 要准备好接受惩罚了哟 他追我追到 不用你提醒 我自己有自主之命 你不要机关枪大兔子 小提大作 我就是提醒你一下 你别搞得我像猪八戒照镜子似的 里外不是呀 好了好了 小蛙姐的惩罚是这两条 一 每句话后面加上咧咧咧 二 每句话后面加上丑八怪 我选第一条 满人不礼貌不太好 好了 惩罚已经开始了 言归正传 让我们来看看阵容是什么包 这期的素材投稿来自于评论区 阵容搭配小鬼头有所修改 希望投稿的小伙伴谅解 阵容如笑 小蛙姐先选 好的 想来个恶魔西瓜吧 那我拿魔法玫瑰 加一个魔法柠檬 大烹箍是我的了 都将是阵容了 老大先 这肯定是深海巨石 那我肯定也是大烹箍啊 两个小鬼里 当然是热狗小鬼啦 剩下的潜心小鬼是我的咯 阵容选择完毕 接下来是随机事件咯 随机事件如下 一 巨石三兄弟 拥有深海巨石的一方 增加三个普通巨石 三个橄榄巨石 二 恶魔的伤害 恶魔西瓜的伤害和攻速乘以二 三 当一次内鬼 双方增加三个伤害为零的嘈杂石 六 四 我才是战王 几方增加三个探视前巨兽 和三个霸王胶 五 逆袭的战士 热狗小鬼的潜心小鬼 所有属性成鹦鹉 六 运气太差 几方最强的单位 与敌方最弱的单位互换 事件介绍完毕 小娃姐偷偷子 来了来了 我扔 是二 恶魔西瓜对伤害和攻速乘以二 nice 还是不错的 到我了 我扔 是五 热狗小鬼和潜心小鬼所有属性乘以五 如果只有我这一方的小鬼加上就好了 没事 为了伤害巨师呢 不怕不怕 好了好了 双方阵容摆放完毕 我们战斗开始 真海巨师果然给力 小娃 你的大风车两下就被解决了 你等于个小鬼 也没传击空气也干了呀 现在你的僵尸阵容已经全部阵亡了 感觉我有赢的希望呀 就这一下局势就翻转了 这局势就跟孙猴子的脸似的 说变就变 二比一 小年轻胜 можешь 云生 小组 大族 好啦 战斗结束了 老大不要进来 下次加油哦 这期的植物大作战就到此结束了 小老大们 我们下期再见